土耳其,一個站美食、文化、手工藝術、自然風景於一身的地方 十日旅程,五個地方,體現土耳其不同的面貌 今集先帶大家去土耳其最大的城市,TC潭堡 這次我們去土耳其是搭卡塔爾航空的飛機,去到多哈機場轉機 這裡就是多哈機場了 多坐幾個小時就去到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新機場是在2018年落成的,所以很新正 機場有巴士,直接去到市區 我們再轉列車,就去到我們住的地方 這間就是我們在伊斯坦堡住的酒店 休息一下,要趕快去外出,現在要趕快出去 我們要趕快去外出站 要不然會 Audience 充電 很突然 輪返一下 通常的地方 輕易 停 先 坐了輕易 對,全部都是同一個價錢 我不是吃米布丁嗎? 是嗎?我昨天想吃米布丁 下車就去我們第一個景點 托卡比皇宮 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是下午4點多 但依然有很多人 他的片中很有中東色彩 好像阿拉丁裡面的皇宮一樣 走著走著還被我們發現了一個 可以看到對岸風景的地方 這裡很多人都搶著拍照 不過第一天真的很累 所以都沒有再拍片了 第二天我們就去了伊斯坦堡 最出名的地壁之一 藍色青珍寺 我們11點多去到已經很多人了 如果想拍照 就真的要再早點去才行 進去之前就要看清楚他的規矩 最主要就是不能戴帽 不能穿紮身褲 女士就要戴好頭巾 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所以女人叫Zenny 在這而已 他在這兒 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他在這兒 那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最好 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然後他在這兒 看起來很吸引的地方 那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你一定會留在這兒 我會不會留在這兒 我會不會留在這兒 會不會留在這兒 OK 但是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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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慢慢吃 好 好 戴好頭巾之後,我們就排隊入場了 如果不記得戴頭巾,也不用怕 千真寺是會有提供的 就是藍色這一款 進去是要脫鞋的 所以大家記得要穿襪 進去,千真寺的腦寶真的令外面有很多 不過背著人頭湧湧,也很久沒有照片 我覺得千真寺的頂是最漂亮的 它也保存得好 可惜,紙裡面很多地方都在復修 真的有點失色 好難得先拍到兩張滿意的照片 不過來到伊斯坦堡 怎麼都要去一次藍色清真寺 但原來除了藍色清真寺 伊斯坦堡現在有一座新樂城 號稱是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 它是興建在伊斯坦堡最高的山上 可以俯瞰博斯普魯斯海峽兩浪的風景 這間清真寺真的很漂亮 而且除了被信徒進去祈禱之外 它還有圖書館,藝術館,教會堂等等 是一個多元化的建築 不過它不在舊城區 我們是乘地鐵去到最近的地鐵站 再轉的士去的 我覺得藍色清真寺比較有歷史價值 但是這間清真寺都非常漂亮 我就好推薦大家去啦 下一集帶大家彩儀氣球 如果想錯過這條影片 就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